规则嘛,学一个语言,不外乎就是把最重要的关键点学会 那再来就是说,如果我今天要让他重复帮我做一件事情的话 那你就是怎么样,再跑一个回圈 那回圈的原则哦,特别注意哦,这个我想 因为这个是比较重要的规则,我还是蛮建议你把它记下来的 一定要一个for 那大小写哦,都没关系啦,因为VBA不区分大小写 i等于4到,你就打一个to,103 那或者是说你可以用侦测的哦,这边打一个nest 这个上个礼拜有讲到哦,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是把sales丢过来 然后呢,把这个4改成这个i就可以了 所以这个地方改成i,然后依然等于空字串 你清除的部分就写完了 大概是这样的,那我们来看一下了 你不用,你如果要来不及抄这边也有 清除嘛,所以你上礼拜的部分如果不见的话 没关系,记得它的规则一定是一个sub清除 然后呢,for i等于4到103 这个储存格里面的值等于空的 那或者你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如果你来不及记的话 那或者是说你上礼拜的档案没存好的话 那你记得怎么样,就把刚刚的程式复制 切到那个开发人员 记得哦,这个开发人员Visual Basic 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呢,怎么样呢 把它输入 当然如果你这边清除的不见的话,没关系啦 你就是把它贴上去不就好了 所以有些时候哦,你的VBA程式呢 你假如担心将来会找不到 那有个简单的方法啦 你大概可以学我这样的 就是把它贴到云端上就好了嘛 因为像我的习惯,以后我要找程式啦 我就到我的云端上面 有时候可以用关键字搜寻一下 还可以找得到你要的程式嘛 有的时候,当然你不可能一下记这么多 如果你刚好需要的时候怎么办 搜寻一下嘛 拿来当范本嘛 改一下就好了嘛 很多东西的话,这边都有答案出现 那你就是有个清除 然后呢,门号这个地方比较麻烦 就是把原来的清除贴过来 后面的公式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format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我要的这个门号给输出了 OK 那最后呢 在这个地方 插入一个什么呢 一个这个按钮 加上去 指定这边有个指定聚集 你就指定这个门号 然后按确定 这边的话也是指定一个聚集 它是清除 就OK的 把它按下去 清除 OK 这上个礼拜讲的重点 如果你有点忘记的话 没关系 但前提的话 有那个云端上有影片 你就可以看一下 不过 等一下可能 那 要不你就是把它加到那个论坛 那 在那个信件里面 我是有给你们一个连结 那个连结的话会连结到这个论坛 那这个论坛是非公开的 这边也会将来我会把那个上课 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都贴到这边来 所以如果你要找你就点击 应该类似像这样的一个信件 完整的影印在这里 你就点击 这边就会有了 第一到七 通通都在这个地方了 然后呢 那这边也会显示说 什么时候贴上的 六天前 观看次数几次 五十一次 那表示说 你们看的情况 当然我也会 从这个地方看出你们那个实际上的 复习的状况 当然 观看次数越高 表示你们当然花的时间越多 愿意花一点时间在这上面 好 那 这个连结 因为理论上 如果你有收到这一封信的话 你应该会看到这个连结 但是如果说呢 你没有收到这一封信的话 这就有点麻烦 因为我是把你们给我的email 全部寄一次 要不然等一下我会写一下我的mail 如果你没有收到 寄给我 我再把这一封信转给你好了 这样会比较简单 不然我 现在是不可能一个一个慢慢处理 这么多人 OK 好那以后的话呢 如果你有加进来 好 那我就会看到了 比如说审查 像这个同学在不在 OK 好 啊这个同学 有没有 没有 好 那如果有 啊记得后面有个原因 请你告诉我一下 如果你有什么 你是本班的学员 或者是有什么什么什么 什么证号学号 有什么之类的啦 反正你就让我知道一下 那我就会知道说 啊你在上正门课 因为偶尔会有一些那个 是其他地方的网路上的学习 OK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想请各位把上个礼拜部分 简单的再做一个回顾 那等一下我们要来讲有关哈 制定函数部分 就是插入函数 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理论上哈 这个 这个 ECEL里面大概就提供我们这些函数 包含就是我们文字与资料啦 或者是统计啦 日期三角函数等等的 但是如果你要针对你工作里面的这件事情 却产生一个你自己定义出来的函数 那这样工作就简单多 所以我上次里面有讲过 有没有 你可以什么 从那个使用的制定里面 不过目前没有 有没有方式就是说 插入之后的话 你给他一二三 他给你结果 或者干脆你给他一个范围 他自动给你一个结果 这样的话呢 会提高蛮多效率的 尤其是你每天都在做的事情 那该怎么做 等一下再来看哈 OK来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哈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